我們今天會做西京燒 用蔥和薑來爆香 只吃西京燒是比較單調的 所以我們會有味噌湯 當然會有豆腐 會加入紹菜, 金菇, 母菇 還有紅蘿蔔 紅蘿蔔和豆腐 都會先放凍水 因為根部和豆腐類 都是適合凍水放的 沸騰後就做菜菜菇 這邊煮沸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切菜 時間就會合好 母菇因為巴道程度很厲害 所以我加一塊就夠 這個世界就要湊夠三菇六婆 所以金菇和母菇之外 Mini再加多一隻松茸菇 金菇一定要買袋裝 然後一切塊 那些泥和下面的金菇就走開了 然後又可以洗 洗完之後就可以一袋這樣 擠出來 然後就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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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碎 如果用八部膠災的那些 一來其實大家都沒有那麼環保 二來就是打理和清洗就煩好了 這麼大餐湯就可以加兩茶匙的茶意粉 好 等下 這裡就可以把所有的金菇 和紹菜的橙鬼菜 放進去 好 拼了黃 加少許油 最址 之後呢 First 加些蔥 vitamin 薯 薯 油 檸檬 一點點 功定 五 implants 一方便飯 油 放在一旁 很熟, 但要小心攪拌, 否則很容易 感覺有點弱不感動 加入少許酒 味辣 豬油 鹽 鹽 牛 香 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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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噌湯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只需要加些美噌 這麼大盤 通常兩大盤 有些人會用一個 屁股的隔 覺得不太大盤 只不過我喜歡 一種豆味噌 一種赤味噌 還有一種白味噌 即是用米的 兩扣 我覺得比較好吃 你看到它的鑽色 你都知道差不多夠了 然後你就像你喜歡的 我喜歡請到 來到它加或者 即是不能減少 然後你就下這個 紫菜乾 它一分鐘就會變大變大 搞定 這張有味噌湯 西京燒 魚生飯 就完成了 這個便當變成壽司 味道還不錯 當然不夠你 在壽司店吃 這個飯還是軟的開心 而且 十二個項 當然 比大統說 更好 但它說是否是 哇 又不是 相對的份量 相對比較少 更單調 這個價錢非常好 但相比 其他便當 這個性價比 沒有太高 如果是西京燒 簡單來說 就是銀鱈魚 即使在大統華買 都超貴 所以這兩條 小魚 十二元 吃完 都是很值得 它叫我下次燒香 會更開心 但是一刀是非常好吃的 那老改做 切銀鱈魚的方法 例如整個大條 就打直 這樣 而這個日本人 他會把它剪成一塊魚柳 然後打直 變成一條長形 而且會有皮 大家的風格不同 但是效果出來 銀鱈魚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 只不過是 經常都會覺得 它比較貴 就不捨得吃